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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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需要能载家人 又可以载货的车款 咦 最近刚好有试到一台哦 现在就来跟车厂借车 借好我们就一起去找他 这一台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角 Ford Turnier Connect旅玩家 今天我就要开着他 跟着我南下去找我一位车友 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好我们今天要去找我们这一位车友 他之前曾经透过我们粉丝团 来询问我们 他的前车是一台国产的七人座 中型的MPV 那这一部休旅车他开了十多年了 那现在也想要换车 那同时因为十多年难得换车 他也想要换一台进口车 那前一阵子我刚好试了 这一台Ford Turnier Connect旅玩家 我觉得还蛮适合他的 因为他的前车是国产车 一般来讲印象当中也很省油 那空间也还算蛮大的 而且他家有六口人 所以要换的话 应该还是以七人座的MPV为主 所以这台车我觉得 应该算还蛮适合他的 所以今天开去给他试试 其实我印象非常喜欢这种箱型车 特别是多人做的车款 那柴油车的话 我其实接受度还算蛮高的 那这台车开起来 我认为它的空间是蛮大的 如果你用休旅车的角度 来检视这台车的话 我认为它是很符合乘用车 该有的标准 比如说它的NVH 它的引擎的精致度 甚至开起来和乘坐起来的行路性 和开起来的稳定性 甚至配备的规划 特别是安全配备这一块 我认为和现在 以休旅车的标准来看的话 都是有得到分数的 那这几天我实际上 跟家人使用起来的话 我认为这个 跟一般的休旅车比起来 最大优势就是空间 真的非常的宽敞 特别是如果你真的 有七人座的需求的话 这台算是正七人座 整个动力方面 我认为虽然它是柴油引擎 但是这新世代柴油引擎 开起来跟传统上 我们印象中的柴油引擎 真的很不一样 怎么说呢 第一个你车内不会听到 哒哒哒的声音 而且它精致度也很高 噪音也不大 如果不特别讲这个是柴油引擎 你不要开只听到声音的话 大概是比较分不出来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运转的精致性 震动也不会非常的大 但是柴油引擎的一个特性 它保留下来 第一个是高速扭力 第二个是节能性 那以我平常开的车 跟这台车来做比较的话 这台车光看那个表上的数据 大概比我的汽油车多两倍 节能性是还蛮不错的 那再来就是配备方面 配备方面我认为 如果用乘用车的标准来看的话 也还蛮不错的 第一个是SYNC 3的系统 虽然萤幕比较小 但是它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都有 因为我长期开福特的车 所以这套系统非常的熟悉 我认为也非常的好用 那当然这个是我用两天的感觉 那等一下我这一位车友 特别是他是真的想要换 这样子车的消费者 怎么样在试驾后评价这台车 稍后我们就一起来看它分享吧 中间的水平 比较大鲜 最后是这样的 那一位 我认为可以试驾 我可以试驾 那些东西 就是 那些东西 好 我们开了一个多钟头的车 终于到了苗栗院里 我们找到我们的车友 邓大哥 那今天等一下呢 要让他来试驾之后 来跟我们分享 那首先试驾之前 我们先跟他聊一聊 他的用车的状况 还有为什么他有这样子的需求 所以你现在平常就是在 自己家里面进行果园 对 之前现在开的车 那台车是什么车 魏絮啊 魏絮啊 那台车开多久了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当初为什么会想要买这种车 因为它七人座啊 七人座 因为我们家一口只有六个人了 总不能买五人座吧 你们家六个人 你生几个小孩 四个 四个小孩 所以一般的车应该出门就超载了 对啊 当初也有去看 看五人座的 那小孩子说 爸爸我们出门就超载了 所以后来就只能买WISH 看了好几家啦 看看后来觉得 WISH空间也够大啦 所以我们出门就不会说 空间大好利用啦 对 所以这十一年开这种空间大的车习惯了 开习惯了 对啊你现在小车好像开起来 你要出门东西塞不下啊 你出门有带那么多东西喔 你像之前我骑脚踏车 脚踏车不用拆直接整台推进去 拉进去里面啊 所以你是直接后座折一折 对啊打平就把车塞进去 都不用拆啊 所以你如果现在应该十几年了嘛 应该也要换车 有在想啦 如果换车应该也是需要这种比较大空间的 对啊 比较好利用啦 宁愿买大一点 不要买太小 是好 下太小就会后悔 对到时候用的时候就没有得用 所以空间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安全性呢 安全性那是一定的 现在的车 基本上应该都不会差很多了啦 那个安全需求应该都不会差很多了啦 之前都是开国产车嘛 那有没有想要换进口车 每一个人都忙要想说换进口车 升级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SUV 这个我不会考虑的啦 什么原因不会考虑 就是太小啊 太小啊 SUV还太小 这个空间不大呢 是喔 但这个现在很流行 对啊 我两个弟弟都买这个啊 对啊 都一样的Lofo啊 那你为什么不会考虑 除了空间大小之外 这只能坐五个人而已啊 只能坐五个 所以你还是要坚持要七个 七人坐的 对啊 你只能坐五个而已啊 你还是希望逢年过节 小孩都回来的时候 嗯 还是可以坐你的车 嗯 啊也可以载货 载货啊 载水果啊 也可以载水果啊 哦对哦 你们现在在坐果园 对啊 那像这种SUV 你有开过或坐过吗 坐过啦 我是没有开过啦 因为一般我不会去开别人的车啦 那你坐的时候 你觉得那个上下车好不好上下车 它这个啊 这个这种SUV 算车算高嘛 啊高 你如果有老人家的话 老人家比较那个 比较吃力啦 SUV上下车比较吃力 没有考虑SUV的原因 除了空间之外 这一点有没有 是不是有一个原因 空间真的是 是最大的原因啦 因为载人之后 什么东西都放不下了 它的后面也很小啊 好今天这一台 就是根据你的需求 前几天刚好有试车 试到这一台车 这台车叫Ford Turnier Connect 它的中文 它有中文名字 中文叫做旅玩家 旅玩家 嗯 它为什么叫旅玩家 因为它有三个车型 玩心 玩乐 玩咖 所以它的车名叫做旅玩家 其实当然啦 福特应该 我想邓大哥应该知道 它也有一台乡型车 我知道 旅行家 旅行家嘛 对 所以它第二台进来的 它就叫旅玩家 这一台车我试到 为什么我觉得很适合你 因为这个车跟WISH一样 骑人座 而且它空间更大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但是它车长 它其实车长不会太长 大概就四米八左右 大概是中型房车的一个尺寸 所以停车应该算是还OK 当然停车你们不用考虑 因为你们这里就随便停嘛 但是它的外形方面 它还是尽量做得比较动感 因为现在福特的车 都做得比较年轻化一点 所以像它这个车子的外形的话 像杜克的六甲型水箱护照 还有它的下摆 都有做一点空气力学的感觉 另外它的头灯 像它这个头灯 它现在是HID的头灯 所以它晚上照起来是特别亮的 而且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的远近灯是自动切换的 所以像我们这里有很多山路 可能晚上如果照明比较不够的时候 它会自动切成远光灯 自动切换 对 它自动切换了 会自动切换 它会侦测光源来做切换 所以这个我觉得 应该也是蛮好用的一个配备 这样会不会造成汇车的问题 不会 它对面有车 它就直接这样变进灯了 对 变进灯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配音 另外它的引擎 它的引擎是柴油的 但是它只有1.5而已 所以它的穗筋 有Turbo 1.5掛Turbo 1.5掛Turbo 所以像你们这里如果要上山的话 这扭力我刚开始觉得还蛮够的 等一下给大家看 这台这么大 才掛1.5的 对 1.5的 所以它穗筋就很省了 它几匹马力 120匹 但是它扭力很大 现在车设计都蛮先进的 然后它的车子的旁边 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它的后门 因为它的后门是用滑门的 所以像平常停车的时候 比如说小孩开车门 不会就空一声 对 不用 不会空一声 然后也不要 打到别人的车 对 也不用担心说 会有摩托车突然冲出来等等 然后像跟SUV比起来的话 它椅子比较低 所以如果有时候在长辈的时候 它们上下车会比较好上下车 空间问题 对 有的设计的比较高太高 头会撞到天花板 对啊 然后你看像这个车的话 我们上的车就是屁股先坐进去 然后脚再上去 脚抬起来就好了 而且你看头 不会啦 完完全全都不会卡到 所以这个后滑门的设计 我觉得也是可能满适合你的 你等一下也可以试试看 好那简单跟邓大哥介绍之后 等一下就换它来试驾看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实际上的心得咯 这个车感觉坐起来比较低 像我那台开 因为习惯现在这台 你就是还要适应一些 对啊 它这个比较接近轿车的坐姿 因为我很久没有开轿车了 这个因为它前面又很长嘛 设计这样子就是 觉得头好像要拉出来 不可以这样子 习惯就好了 对啊 习惯角度抓得准就好了 但我们想不到 你这台这么大台用1.5 1.5才有1.5 现在的车排气量都越做越小 因为现在的车都有涡轮 出去玩我都自己开车啦 所以你们也常出去玩吗 一天如果刹个四五百公里正常的 四五百公里 那你很会开耶 最多一天好像 像上次去年十月啊十九月 嗯 煞气天池 再煞煞来就六百多了 当天喔 哇 就六百多了 哇 六百多公里 我现在如果开太长 我都受不了 所以我现在一定要 车子一定要有 这个智慧辅助驾驶 像这个车的话 它的智慧辅助驾驶就很齐全 像刚刚我们从台北下来 都几乎是交给车子开 它有自动辅助驾驶 有 所以上高速公路就几乎都开了 是 它也算手自排 手自排 它手自排的加减檔在这 在这边 哦 跟慧琪不一样啦 不一样 慧琪是用过的嘛 用波多 没有啦 习惯就好啦 什么东西都是要习惯就好啦 但它这个变速箱是八速的 八速 以前的那个 像慧琪那个只有四速而已啊 对啊 四速差很多 新车就是这样 怎么样的感觉 这车蛮稳的啦 动力你觉得够吗 够啦 这个够了 这个车 蛮稳的啦 不会说转弯这样子会飘 车子如果底盘如果不够的话 就那个你开起来 人就快要跑出去那种感觉 舒适性呢 你觉得舒适性怎么样 没排不错 真的 福特进步了不少 那你像我开车 我喜欢那个马力有够大 那个在高速公路如果要超车的话 不会说 怎么车不会动 对不对 超不够 那这车呢 跑车是不是 不会啦 够了 没有啦 够了那个马力 满足的 你说120匹我觉得好像不止 好像不止120匹喔 对啊 你看上铺的时候 它油门都轻轻点就可以了 嗯 它扭力很大 对 那是你讲1.5没有 我绝对不会相信 哈哈哈哈 那这台车如果要载货的话 其实它也可以把第二排跟第三排 收折起来 那我们现在就示范给邓大哥看 看它什么收折 它第三排收折呢 它可以用收折的方式 不像其他的车它要拆下来 那收折的话就是椅垫先把它转过来 它可以做一个反转的动作 那反转过来之后呢 我们再把 拉红色的 再把椅背收起来 收起来之后呢 它有一个折板 等一下我们来折 那接着我们来收第二排 第二排的话呢 就是把椅背收起来 收起来之后拉这个绳索 它还可以 再把椅子再下起来 再降低 对再降低 那另外一边呢 我也把它收起来 好这样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后面 把隔板 把它倒放起来 就会变成全屏的空间 它这个隔板是用磁铁 它这样子 它就是 这样子折起来的 对 这样就变成一个全屏的 全屏的空间了 那平常 那个都是在水果 水果很重 一箱都有几十斤 几十斤 我们就来试试看 看可以再几箱 好啊 三四五六七八 九啊 九 哦 九栏 九栏啊 哇 那你以前的 你的wish可以装起来 那是应该算 最多应该算四栏而已 五栏而已吧 四五栏喔 那这个够不够大 这个够大啦 超大 这个如果这样子 就已经装几斤了 一栏我们装五十斤就好了 算五十斤就好了 还有栏子 五十五斤啦 五十五斤 那九栏就几斤了 超过五百斤 对啊 哇 那还要车子开得动喔 哈哈哈哈 那后座 无论是第二排或第三排 它的变化性也是很强 那像第三排的话 采用五五分离式的收折 所以你可以选择坐一个人 然后折起来放一段货 那第二排的话是六四 可以选择更多样 坐两个人 然后一张折起来 还是坐一个人 两张折起来 所以这个变化性算是 这个同一车里面 还算蛮强的一个地方 客货两用都可以 对 好我们经过了一个上午的试驾 现在邓大哥应该已经非常清楚 我们的旅玩家的一些特性了 那邓大哥这个开完之后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越来越喜欢了 越来越喜欢了 对啊 动力够有够 够有够 这个出乎想象之 意料之外 你还会觉得说它只有120匹马力吗 没有你刚确实想说1.5的我就很怀疑了 这什么大的一台车才1.5公升的细细数的排气一样 所以开起来像你平常这个 我们交谱这里山路 这样应该算灵活吧 灵活可以了啦 因为现在这个车如果马力有这样子 因为我很喜欢跑山路 听说你一出门都是几百公里 对啊 随便跑了算四五百 所以车子够不够力 然后空间舒不舒适 对你来讲很重要 对啊 因为你空间大 你像跑山上 我们可以带很多吃吃喝喝的东西 你就不怕说前不着寸后不着点 没有东西吃啊 像这个车空间那么大 你小孩全部都回来这样坐得下吗 坐得下啦 这台蜜蜜蜜还大 空间还大 所以如果过年或者小孩 有机会跟你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这台车应该可以 可以啦 那空间跟动力应该都还算满意的 那舒适度呢 对 湿度不错啦 这个真的啦 一定比飞行更稳 因为它其实是欧洲的进口车 对啊 因为它这个底盘 应该也是有够扎实 欧洲进口车 他们设计和日系的车 设计有差啦 真的有差啦 这边大的车子 其实如果油耗好的话 我想才是大家想要的 好 那今天大哥经过这个试驾之后 我想他也非常了解了我们的旅玩家的一些特性 我想现在SUV虽然非常的风行 但是MPV呢 还是有它市场上无可取代的一些优势 比如说它很大的车身的空间 然后比这个SUV更好的车子操控的稳定性 但是重点是现在MPV的车种在台湾市场市面的选择是越来越少了 所以如果你也有这种多人做的需求 还有大空间的需求 甚至你也希望车子能够经济省油一点 然后找缴一点税的话 其实像旅玩家这种车 非常值得大家去展现今天来参考 那当然最近还是购车旺季啦 再加上现在疫情影响 所以整个晶片是非常短缺的 那现在很多车定车之后都要等非常的久 所以如果想要买车的话 赶快去定车才不会等太久啦 以上就是今天邓大哥跟我们做的车友 亲自试驾的一些分享心得 那你对这台车有什么其他看法 或你想了解其他什么样的东西 也都欢迎利用底下留言 来和我们和车友做双向的讨论 那我是小七 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